好 大家早上平安 我们也欢迎献上的弟兄姐妹 跟我们一起的来敬拜 这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来朝见我们的主 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 让我们先用一段的时间 我们来祷告 将一切的颂赞 将一切的感谢献给我们的神 因为祂配受我们敬拜 所以今天早晨 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你带着怎样的一个可慕 来到神的面前 让我们这时候 我们来开口 我们就把我们的可慕 跟上帝说 你要怎样在敬拜的里面来遇见祂 你怎样在敬拜的里面 要怎样的来敬礼我们的神 这时候我们一起的开生 哈利利亚 谢谢你耶稣基督 使得主我们可慕 神你的同在 今天早晨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神我们要将一切的颂赞 荣耀尊贵的归给你 主我们就是要这样的来赞美你 主我们就是要这样的来敬拜你 因为神你是配的 主啊你是配的我们敬拜 我们要尽心尽欲 自由的来到你的面前来朝见你 主啊这时候 我们把弟兄姐妹都交托在主的手中 主啊无论是在这里的 主啊在线上的弟兄姐妹 主啊他们在家里面 都是当他们口目来亲近你的时候 神我们知道你必亲近他们 因为神啊你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的上帝 主啊愿生我们来到你面前 主啊我们将一切的送赞归于你的时候 所以我们相信神啊你的荣耀要大大的彰显 主啊在你百姓的生命的当中 所以主啊你来在我们生命啊你来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来动工 哦主啊来触摸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经历你的同在 我们要在敬拜的里面遇见你 主啊我们求主你这时候 神啊你具有运行 神啊你来触摸我们的生命 主啊我们盼望在新的一年 主啊我们能够经历更大的突破 我们要在敬拜的里面要经历更大的突破 我们的心要向你敞开 主啊在赞美的时候 在敬拜的时候 神啊让我们能够全忍 主啊完全投入 主啊完全的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你的身上 所以你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 与我们众人同在 恩告我们所有的服事人员 主啊也不要向我们今天早上的讲言交托 恩告你的仆人 我们相信今天神啊你要透过你的话语 再次造就你的百姓 主啊神啊你大大的使用荣木实的生命 借着祂的分享 再次的提醒我们 建立我们的生命 好让在这新的一年的开始 我们能够靠着你的话语 主我们能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 我们都能够被提醒 都能够张力的稳 谢谢你耶稣基督 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 奉耶稣得生的名我们祷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借着掌声要归给神 更多 神啊荣耀祢 荣耀祢 赞美祢 耶稣 我们赞美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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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合一的在这个地方来敬拜我们的神 向天敞开 哈利路亚 Amen 来 我们一起用掌声来赞美我们的神 向天敞开 你的荣耀 降下来 向天敞开 你的荣耀 降下来 向天敞开 你的痛再降下来 向天敞开 你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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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下来 欢呼耶稣记录 世界飘扬 荣耀归于你 天上地下 再永恒一敬拜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将天敞开你的痛再降下来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欢呼赞开你 你是荣耀之外 天上地下 喝一敬拜 哈利路亚 欢呼耶稣记录 圣聚高涌 荣耀归于你 天上地下 再永恒一敬拜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再永恒一敬拜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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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让一些教练 转向你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让一些教练 转向你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让一些教练 转向你 生日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那座前行摆不停行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将天敞开你的痛再降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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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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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祝福你 赞美你 耶稣赞美你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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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你是荣耀的 你的同在在我们的当中 你是荣耀 你是佩得的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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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谢谢你 谢谢你 耶稣 我们爱你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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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我们活着就是为了你 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心 我们的灵献上给他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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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和灯渴望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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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赞美你 我一切所爱在于你 我心很能渴望 来尊重你 祝我用全心来敬拜你 但在我里面里 都赞美你 我一切所爱在于你 祝我献上我心 我献上我的利益 我活着为了你 我连每个气息 心中的每个时刻 都赞美你 都赞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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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掀上我心 我掀上我的礼物 我活著為了你 我的每個氣息 生命中的每個時刻 祝真正你治癒 祝我掀上我心 我掀上我的礼物 我活著為了你 我的每個氣息 生命中的每個時刻 祝真正你治癒 生命中的每個氣息 生命中的每個 context 耶稣 耶稣我心裡 我只為了你 為了你 無悔的 Douaria 無悔的 无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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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上我心 牵上我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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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神说我欠赏 欠赏我的心 欠赏我心 欠赏我灵 向神说我欠赏 我欠赏 Hallelujah 欠赏我心 欠赏我灵 欠赏我心 欠赏我灵 欠赏我心 我欠赏我的灵 我活着为了你 我的每个气息 生命中的每个时刻 欠赏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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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赏我灵 欠赏我灵 欠赏我神 欠赏我心 欠赏我心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要敬拜祂 要敬拜祂 让神打开我们的灵 让我们在自由感来敬拜祂 你便用领歌来敬拜祂 祝福祂 祝福祂 哈利路亚 耶稣 耶稣 耶稣我们赞美祢 哈利路亚 我们赞上 我们赞上我们赞美祢 我们谢谢祢 耶稣耶稣我们谢谢祢 主啊我们谢谢祢 我们谢谢祢 耶稣我们谢谢祢 我们赞美祢 耶稣我们感谢祢 我们感谢祢 因为我们知道祢 祢是我们的一切 祢是我们的满足 我们一切所需 都在祢里面 哈利路亚 耶稣我们赞美祢 我们感谢祢 我们知道祢 与我们存在 我们线上感恩 哈利路亚 聊天 耶稣我 在祢里面 是我唯一所爱的 这世上没有失误 能够带给我满足 在失恋中我拎个场 永不回头我的自由 基督是我满足 基督你是我心满足 我一切所需在于你 一切在于你 祈福我却所有 求恩喜乐在于你 这傍晚永不止息 天哪是我家 暴风云中 我拎个场 与你同行 荣耀归给神明 基督是我满足 基督你是我心满足 我一切所需在于你 一切在于你 基督是我的满足 基督是我满足 基督你是我心满足 我一切所需在于你 一切在于你 一切在于你 我已经决定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永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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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在前面 世界在背后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世界在前面 世界在背后 永不回头 基督是我满足 基督你是我心满足 基督你是我心满足 基督是我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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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你是我心满足 基督是我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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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決定 要跟隨耶穌 永不回頭 永不回頭 我已經決定 要跟隨耶穌 永不回頭 永不回頭 世間在前面 世間在背後 永不回頭 永不回頭 世間在前面 世間在背後 永不回頭 永不回頭 我已經決定 要跟隨耶穌 永不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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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間在背後 永不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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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間在前面 世間在背後 永不回頭 永不回頭 世間在前面 世間在背後 永不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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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間在背後 永不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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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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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的主 這是我們的禱告 主 這是我們的宣告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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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的主 姐妹 開神來讚美我們的神 開神來禱告 開神來為自己 來禱告 在這新的一年 求主在這個 堅定我們的信心 在祂的裡面 在這新的一年 讓我們仰望耶穌基督 讓我們不看我們的環境如何 在這新的一年 讓我們再次 把我們自己交托給主 把我們自己献上給神 因為神的話語如此說 保羅在羅馬12章 他如此說 他說 弟兄們啊 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 要將身體献上當著活地 是聖覺的 是神所喜悅的 你們如此是否乃是理所當然的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讓你們查驗何為神的善良 存全 可喜悅的旨意 哈利路亞 願在這新的一年的裡面 我們再次 將我們自己献上當作活地 讓我們再次來到神的面前 我們以神立业 主 我們要再次的保我們自己交托 這新的一年 我們要活得不一樣 我們要仰望耶穌 不管環境如何 不管我們這個環境如何的困難 不管我們面對有怎樣的挑戰困難 但是我們的神是永不改變的 沒有祂是信實的 唯有祂是我們的依靠 所以弟兄姐妹 讓我們這時候來到神的面前 將自己再次的交托給主 讓我們不要再效法這個世界 求主來更新我們的心思意念 求主來更新我們的生命 求主來捷徑我們的生命 過去的軟弱 過去的是把我們交托給主 因為已經過去了 今天我們再次立定新制 我們要活出一個新的生命 我們要活出一個新的生命 再次把你的生命交托給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祂要讓聖靈再次來充滿我們的生命 因為我們不是靠著我們的力量 我們是靠聖靈的能力 來合勝每一天的生活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謝謝你耶穌基督 哈利路亞 謝謝你 祝得祝我們把我們弟兄姐妹 全來交在主的手中 神讓你聽到他們的禱告 神讓你聽到他們的呼求 神讓你聽到他們向你所立的樂 神讓我們盼望這次新的一年的裡面 神讓我們能夠活出不一樣的生命 祝我們要帶著盼望 我們要帶著一個熱情 祝我們的生命 祝我們要經歷神啊 你的恩典的時候 祝我們要活出這個有意義的生命 祝我們不要再軟弱 祝我們不要再看環境 祝我們不要只看自己的需要 神啊 你打開我們屬靈的眼睛 祝我們要說看的是耶穌基督所看到的 祝我們求求你這時候 在他們生命的裡面來斗口 祝我們來建立他們的生命 喔 聖靈要來觸摸他們 聖靈要來充滿他們 聖靈要促下神啊你的二高力量 聖靈要讓我們能夠靠著你 祝我們能夠盡力更大的父親 在我們的生命的裡面 我們相信 祝我們今年不一樣 因為神 我們一開始我們就靜靜地 祝你讓我們的生命能夠不再一樣 所以主啊 我們來到你面前的時候 主啊 我們要再次拿起你 祈給我們的這錢餅 因為神啊 你將這錢餅吃給我們 祝我們能夠 主啊 奉耶穌的名 主啊 祷告的時候 祝我們就看到更多的生命 要得自由釋放 讓我們拉著神經所吃給我們的全美 我們祷告的時候 主啊 身體軟弱的要得医治 所以祢祝福弟兄姐妹 神啊 讓我們看到神 我們的生命的重要 如何靠你 我們能夠活出不一樣 甚至我們生命能夠造就更多的人 所以祝福我們的弟兄姐妹 恩待他們每一個人 興起他們的生命 謝謝你耶穌基督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在敬拜的裡面 主啊 讓我們能夠遇見你 謝謝你讓我們再次看到 神啊 你是何等的偉大 神啊 你是何等的榮耀 神啊 你是何等的榮美 謝謝你在我們生命裡面所成就的 我們謝謝你耶穌基督 我們感謝你再次 將終章終归榮耀歸給給你 奉耶穌登上的名 我們如此祷告 阿麟阿麟阿麟阿 是個榮耀可以給我們的主 阿麟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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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耶穌 謝謝耶穌 大家請坐 阿麟阿 讓我們這時候也預備我們的心 我們要將今天早上的奉獻 獻給我們的神 阿麟阿 我們要將我們今天早上 我們的菜船奉獻 感恩奉獻 獻給我們的主 所以你可以掃描 螢幕上的二維碼做奉獻 或者是上月後你可以 將這個獻金把它投到這個奉獻箱 那這時候讓我們預備好我們的心 我們就一起的來祷告 主 我們謝謝你 因為神你實在的是何等的榮美 主 我們謝謝你 你那樣的恩寵我們 主 讓我們的生命 能夠經歷神的你的愛 經歷你的救贖 讓我們能夠從黑暗入光明 讓我們的生命 主 能夠不在罪責中被捆綁 讓我們能夠在你裡面 能夠完全從罪中得自由 所以主 我們也 這時候我們也感谢你 主啊 在我們生命所成就的 所以我們也要將奉獻也獻給你 主啊 求你耶娜我們所獻上的 我們弟兄姐妹所獻上的 他們所白善的 主啊 甘心樂意所獻上的 這是神你所喜悅的 主 我們也相信神啊 你要透過我們所奉獻的 這小小的金錢 繼續來擴展你的國度 讓更多的靈魂得救 讓更多的人能夠得到這個盼望 我們感謝你 奉耶穌的名如此祷告 阿們 好 這時候我們要歡迎 第一次在我們當中的貴賓 然後燈要開了 太暗了 我看不到 所以如果你是今天 來到我們當中的聚會的話 你可以跟我揮揮手嗎 有沒有第一次來的 你可以跟我揮揮手 如果你今天你第一次來到我們當中 來聚會的 我們要特別的歡迎您 有嗎 有嗎 都來過 這班都是 這班都是老會友 那線上的如果你是第一次 在我們當中 我們也要特別的歡迎您 參與我們的這個線上聚會 如果你是第一次參加我們的 今天的聚會呢 請你掃描螢幕上的二維碼 留下你的資料 那我們就可以跟你聯繫 那我們這邊現場沒有 那我們跟弟兄姐妹說 我們要繼續努力 上帝既然這樣愛我們 我們要繼續的 把這個福音帶給更多的人 我們都知道這兩個星期呢 是我們的 以神相會的一個 兩週的這個禁食祷告 所以過去的這個星期裡面 相信有很多弟兄姐妹都跟我們一起的 就是五間禁食然後手腕禱告 那我們來臨的這個星期呢 星期一到星期五 我們仍然有這個五間的禁食禱告 就是下中午的十二點呢 我們就會 你就可以上線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 我們會一起的禱告 一起的靈修 那我們盼望呢 就是我們 就是一開始 我們先把我們 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計劃交在神的手中 讓上帝先 在我們生命的當中 來動功來歧視 讓我們 今年我們要如何 更好的活出我們的生命 所以我們需要 就是在新的一年開始 我們來到神的面前 一起的來尋求神 一起的來禱告 所以我們盼望 更多的弟兄姐妹 參與我們 所以如果過去一個星期 你還沒有參與過 那這個星期 你可以就是中午上線 那你如果因為工作 你無法上線怎麼辦呢 其實你也可以 跟我們一起 就是中午的時間 你可以不要去外面吃午餐 然後你就禁食一餐 在你的office 少個地方 然後你可以在那裡靜靜的 就是來禱告 為自己禱告 為教會禱告 為我們前面的方向來禱告 所以這就是我們 這兩個星期的 我們的這個五間的禱告 然後呢 那來臨星期三呢 我們會有一個 聯合的禱告會 聯合禱告會 在恩典五級八都 晚上八點 星期三晚上八點 所以鼓勵弟兄姐妹 也出席 他是實體的 出席這個禱告會 讓我們能夠在實體上 我們也能夠跟弟兄姐妹 一起的彼此守望 那我們可以為很多 不同的需要 來到神的面前來尋求他 我們也可以為這 有多很多 不同需要的弟兄姐妹 來禱告 所以鼓勵你們 就是在星期三 來臨星期三 晚上八點 我們在五級八都二樓的聖所 我們在那裡 一起的來禱告 所以這個是我們有關 以神相會 我們盼望在新的一年 我們能夠先尋求神 以神相會 先遇見神 那你會看到 你接下來的這個 每一步都不一樣 所以這時候我們用第一點的時間 我們為你左右的弟兄姐妹 祷告 好嗎 為他來祝福 讓他們能夠在這段的期間 尋求神的時候 能夠遇見神 為他們的生命來祷告 他們在新的新年 新的一年的裡面 有更大的突破 好這時候你就可以開神 我們一起開神 為你左右的弟兄姐妹來祷告 前面後面也可以 如果你左右沒人 為前面後面也可以 線上的你可以 有家人的 你可以為你的家人 彼此一起的祷告 如果你一個人的時候 你也可以一起的 跟我們一起的來祷告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是的 主我們謝謝你 主我們在這新的一年的裡面 我們要先來到你的面前 主我們要先來親近你 主啊 用我們盼望 主我們在我們生命的當中 我們要與你相遇 我們要先遇見你 讓我們才能夠明白神啊你的旨意 主我們這時候也為著 我們弟兄姐妹來祷告 主啊 在這兩週的禁食祷告的裡面 我們也祈求 神祢在他們生命的裡面來動工 他們願意 天卑 放下自己來到祢的面前 尋求祢的時候 我們相信他們要經歷更大的突破 在他們生命的當中 他們要經歷更大的 不一樣在他們生命的當中 所以我們為著弟兄姐妹祷告 神啊 讓你把這個可慕的靈放到他們心裡面 讓我們今年能夠可慕你更多 愛你更多 尋求你更多 主啊 能夠把你放在我們生命中的首位 凡是與你為我們的主 主啊為我們的生命的主 來長長的來仰望你 等候你 主我們謝謝你 把弟兄姐妹全然交托 奉耶穌得生的名求 Amen Amen Hallelujah 相信我們每一個人今年都要有大突破 Amen Amen 哇真棒啊你們 另外一個報告呢 就是其實我們有另外一個課程 叫做不知不覺談到你 去年呢我們是第一次開這個課 那今年呢我們2月15號會再次的開這個課程 還是星期四晚上我們有四周的線上課程 然後呢3月2號是星期六早上呢 我們有實體的課程 然後上完這課程呢我們還有兩次的 這個實體的實習 就是帶著你們操練 那這課程是什麼課程呢 你們可能就是很多時候就是在傳福音的時候 不知道要怎樣開口跟人家傳福音 對嗎 或者不懂要怎樣切入 要不要從何開始 不懂要跟他們談什麼話題才可以把福音帶進來 所以這個課程呢 它的名字叫不知不覺談到你 所以你上了這個課程 你就不知不覺就跟人家談福音了 好不好 沒有壓力對嗎 聊天聊天就能夠談福音了 所以非常棒的一個課程 那我們也會給你們一些的操念 所以鼓勵您 如果你還沒報名 可以上線報名 我們名額有限 30人滿了就關了 所以現在都蠻多人已經報名了 所以快快的 如果你對這個課程有興趣 那立刻的就上線報名 好 我今天的報告就那麼多 這時候讓我們也預備我們的心 我們要聆聽神的話語 我們今天有容浩然牧師 在我們當中來分享神的話語 我們要繼續以神相遇的這個系列 我們把時間交給容牧師 我們一起掌聲歡迎容牧師 耶 來來來來 來 我們看一下 快點快點 OK 歡迎你們來到恩典堂 跟你旁邊的人說 Happy New Year OK 我們現在還是Happy New Year 下個月我們才講新年快樂 剛才這個 像牧師跟我講 過多幾個禮拜 要農曆新年的是會越來越少人來 是不是 OK 奉耶穌的名 砍斷這樣的一個咒詛 OK 今年開始 你說 丟丟雷 管他什麼大少數什麼厨 總之呢 我還是要先來敬拜 我就要破了這個 這個校牧師的這個 這個預言 OK 來 那今天呢 我們還是要繼續講祷告 那今天我的這個課題呢 是很簡單的 我先請兩位 Paul跟那個 Angela Angela 相對相對 不關不關 快點快點 來給他們的掌聲來 左邊跟右邊 我的左右互發 快點快點快點 時間的關係 快點 那你看到這三個字嗎 來 來說 救命啊 你來說 救命啊 救命啊 那當然我再問多一次 如果你面對的是一個很緊急的狀況 緊急的狀況 你面對這個生命的危險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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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哇 救命啊 哇 救命啊 哇 感謝你們 謝謝你們 哇 功夫啊 學見啦 華語啦 叫什麼 紅毛的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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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一起來喊 OK 很好 那今天呢 我要跟你們講的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最短的禱告 一起來說 那上個禮拜 我們的主理牧師 張牧師 他講的有效的禱告 那今天我要講的是 最短的禱告 也是有效的禱告 Amen 那我們就是很簡單的 這四個字 一起來說 主啊 救我 就沒有人救你咯 耶穌也不會救你的 這樣喊 一二三 主啊 救我 那不一樣了 因為彼得也喊過嘛 彼得也喊過 大家如果你是耶穌很久的 你聽過這個故事 我今天不要跟你 不是你跟你講的這個故事的 的那個意義 我要講的這四個字 主啊 救我 對我來講 聖經裡面 我自己這樣看啊 這個是華文聖經 是主啊 救我 就算是最短的 當然 Lord save me 是三個字 對我來講 這四個字是一個最短的 一個的禱告 那我們來看 馬太福音 十四章二十九到三十三 我們只讀這一段就好了 當然大家都 大概都懂了 等一下我會大概講故事這樣講出來 那二十九節 這麼說 我讀二十九 你們讀三十可以嗎 OK 來準備 耶穌說 你來吧 彼得就從船上下去 在水面上走 要到耶穌那裡去 來 三十一節 耶穌趕緊伸手 拉住他 說 你這小性的人啊 為什麼疑惑呢 三十二 三十三我們一起來 一二三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 說 你真是神的兒子 你是 你真的是 神的兒子 那你這樣看的話呢 很直接的這個成神 神奇奇事 最後要表達 馬太 要表達的就是這句話 這真是神的兒子 是米塞亞 是上帝的兒子 上帝的兒子呢 意思呢 也就是耶穌就是神 一起來說 耶穌就是神 OK 這個是直接一點的 當然當我們看這段經文的時候 我們也曉得 如果你有假設你有看這個經文 你了解這個故事 那個時候呢 那些門徒都在船上 給準備 那個在船上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就在黑夜 在黑夜朦朦朦朦朦的時候 很暗的時候呢 他就看到在海上啊 有一個身影走過來喔 那些門徒看了就說 鬼啊 是不是啊 鬼怪 鬼啊 鬼啊 哇 謝謝毛洞啊 幫我做一些effect這樣喔 那 門徒一開始的時候 就講鬼啊 那因為呢 這個是猶太人的文化 猶太人的文化 在海浪啊 海啊 算是邪惡的一個的想法 只要是有什麼身影在海的 他們第一個是 鬼啊 OK 那 這個故事呢 給我們看見的是 從鬼啊 變成神的兒子 看到嗎 OK 你抓到這個 這個神迹要表達的是 從鬼啊 變成什麼 轉變為 神的兒子 可能你以為 耶穌阿摩鬼 不是阿 阿摩的神 以前是 西方人的 西方人的神明 我們東方人是不信 Sorry 不是 今天你信了耶穌知道 你就知道這位神兵不是華人還是西方人 而是全世界的救主 Amen 是你跟我生命的救主 所以這個就是你可以看到 這段經文的一個精髓 問題來了 當這個彼得 當他這樣看見 哇 不是這個鬼怪 是耶穌的時候 他心裡面呢 我個人是覺得 彼得真的很勇敢 我不懂你勇不勇敢 彼得真的勇敢 哇 看到耶穌 哇 耶穌可以走 在海上 海上 我也要學學他 我要更像耶穌 對不對 他就更說 耶穌阿 我也要像你這樣 我從你這邊 我走到你那邊 可不可以啊 可以嗎 聽清楚啊 聽清楚啊 這裡 耶穌說什麼 你 來吧 來吧 那所以聽清楚啊 你不要聽到人說 耶穌做什麼 我們就做什麼 啊 所以你看彼得這個神迹 我們也可以奉耶穌的名 啊 我去莫林巴雷走海邊 Sorry 耶穌沒有說 你來吧 OK 你點了就死 你不要怪亞洲 你點了就 你不要怪耶穌 為什麼 哎呀彼得可以我不可以 因為耶穌說 你來吧 結果呢彼得就真的來了 試試看 哇 耶穌喔 但是呢 因為他這裡可以看到 指音第三十節 指因為那個風浪太大 他本來是定睛看耶穌的 怎麼知道看到那個風浪太大就怎麼樣 這裡說什麼 就什麼 害怕 一害怕 就怎麼樣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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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意思是說 當一個人害怕的時候 你就即刻沉下去 你的信心也會沉下去 你的信仰也可能會沉下去 OK 他的意思是這樣 好像當他 вн 要封 đi 她就說 stir vi 救我 這個就是後還是他們的背景 就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說 主啊 救我 所以呢 這個 救我 这四个字 非常简单的四个字 给我们什么提醒呢 就跟藏牧师所讲的是一模一样 第一个我们看到 今天我要分享的一个大方向 就是有态度的祷告 可以经历意想不到的回应 一起来说 有态度的祷告 可以经历意想不到的回应 第一个 你要经历这个意想不到的回应 你第一个要什么 一起来说 向正确的对象祷告 这个跟上个礼拜所讲的一样 因为当彼得 他讲的四个字是什么 一二三 所以前面两个字是什么 所以很重要的是 第一个 一个对象 就好像上个礼拜 张牧师所讲的 第一句很重要 这个不是主导文 从一个角度是 主耶稣教导门徒 我们的祷告文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背 如果你说 我不会祷告 学这个 因为这个至少是耶稣教我们 怎么祷告的 所以第一句 很重要的来一起来念 OK 够了 所以第一句就够了 你向谁祷告 第一句很重要 就好像彼得说 主啊 这个主啊 很重要 不是那个 不是你主啊 我知道我是很会主 不是主啊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 主教导的导文 最重要的第一句话 就是你的正确的对象 而且这个正确的对象是 我们在天上的父 那为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 那么重要呢 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解释 那所以第一个 你要认清你的祷告对象 要不然以前可能我们还没有信 耶稣说 我们就是有谁就拿你灵 就拿你祷告 所谓的祷告 拿你灵 就拿你拜 所以你就天灵灵 地灵灵 各路神仙的 什么 显什么灵啊 什么都好了 总之呢 你就希望各路的神仙 只要是有神仙的 你就快显灵 就天灵灵 地灵灵 哎呀 我最好的少女 变成乐灵这样 不要开玩笑了 总之呢 你的祷告对象是谁很重要 所以你看 刚才你们已经念了 OK 彼得的一个呼喊 第一两个字 主啊 就很重要 前面的那两个字 是非常重要的 OK 所以你就得了解 当这个 这个他们要谈主啊 当彼得说主啊 主啊 这个主是在哪里啊 就在他的前面 他向的是谁 向着这位耶稣 喊主啊 他希望耶稣来救他 为什么呢 因为当这个耶稣 能够从另外一边 走在海面上 或者 如果你有读圣经的话 耶稣曾经使海 风浪 怎么样 停 stop 我真的停 那这两个的神迹呢 基本上犹太人的文化 他会想 哇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他就是 弥赛亚 他就是 神的儿子 耶稣就是 耶稣就是 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你就得了解 当他人这样做 他喊的是下一个 掌管风浪 掌管宇宙万物的主 喊主 所以你要知道 今天我们的耶稣 我们的神 你知道我们所相信的神 是三位一体的神 意思来说 三位一体的 比较难了解的 老实讲 这个在神学上 比较难了解 圣经也没有跟你讲 三位一体 但是圣经里面 有显示 彰显出 三位一体 这个我不是要跟你们讲 至少你 最基本你要了解 唯有天父就是 唯有耶稣就是 唯有圣灵就是 什么 主 不管天父 耶稣圣灵 祂都是我们的主 所以我也不在乎 你向谁祷告 亲爱的天父也好 亲爱的耶稣也好 亲爱的圣灵也好 但是呢 圣经有告诉我们 到最后呢 你是奉谁的名啊 耶稣的名 这个是肯定的 你不要说奉圣灵的名 没有不对 但是呢圣经有告诉我们 是奉耶稣的名 为什么我会讲 三位一体的真实很重要呢 你要像的是这样的一个真神 为什么 来看另外一句 一起来说 一起来说 一二三 阿们吗 所以听清楚 为什么我讲要选中 或不是选中 就是要集中精神的说 我们要祷告的话呢 就要导向这个创造主 你唯有 向着这个创造主 所以我就问 你过去 他是不是创造主 你过去的拜拜 你过去的祷告 你过去的祈求 你是向谁来祈求 他是不是创造主 还是人造的主 人造的神明 你自己知道 你自己知道 所以为什么你要确认 今天你信了耶稣 或者在我们当中 你还没有相信耶稣 我告诉你 要拜 就拜这个创造主 一个就够了 一位创造主就够了 不用拜很多的 一个老婆就够了 已经搞不定了 如果你叫我还有另外外婆的话 我就死光光了 外婆是外面的老婆 你一定是很惨的了 一个主就够了 只要他是创造宇宙的主 就够了 来跟你旁边说 创造主就够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那么贪心 还要外婆外公 不用其他的 一个就够了 Amen 所以最重要的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你信的 只要一位创造主 就够了 第二 一起来说 一 二 三 再一次 大声点 意思是什么 就是今天 祷告的态度 重要过 祷告的 内容 甚至我可以说 祷告的态度 重要过 祷告的长度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为什么我会这样 这样讲呢 我来解释一下 那你看 主啊 救我 四个字而已 耶稣会不会听 四个字而已 阿摩 Lord save me 三个字 我给你们看希腊文 希腊文是 很长 你可以想象 当然 彼得当他在 碰碰碰碰的时候 他是讲亚兰语 就好像我们 华人的Hawken 希腊文 是这样写 如果你这样讲 碰碰碰 古利亚 一个死了 这样多声音 当然这个是希腊语 我不晓得亚兰语是什么 总之 至少我们知道 四个字 耶稣有没有救 四个字也可以救 在紧急的时候 短短的四个字 最短的祷告 耶稣也工作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 你觉得彼得会怎么样的声音来祷告呢 在那个时候 主啊 就我刚才已经 已经demo了 刚才 Paul 或者 Angel Angela Angela OK 他们这样喊 就够了 应该是什么 紧急的 对不对 应该是很大声的 希望 哎呀 主啊 救我 同样的 你今天你遇到 遇到这个贼的话 你不会说 救我 救命啊 救命啊 警察 救救我 你以为谈恋爱啊 你以为谈恋爱 救我 不会的 你不管 什么形象都不用管的嘛 你就说 抓救我 救我 不赖啊 是不是 韩服 韩法 你都有 玩到 你救你 是不是啊 所以 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态度 在最紧急的时候 你的态度是什么 重要过内容 包括长度 那 你会说 大声呼求 哎 我们一起 大声呼求 一二三 OK 不用紧 因为我们还没有 紧急状况 那基本上 大声 祷告 不是我们华人的习惯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但是是不是神招会的文化呢 我问这个问题 至少 我刚才 立正牧师 他说我们一起为着对方 隔壁的人祷告 但是一二三 祷告的时候 真的是有祷告的声音 至少好一点 没有那么大声 但是你有为着 为着师母 他的身体 在健康 有一些声音 我最怕的是 其实我有遇过 在神招会恩典堂 OK 我们讲 我们要开声祷告 一二三 大家的是 动口 但是没有声音 为什么呢 因为不够紧急 是不是不够紧急 如果今天是你的儿子 生大病 你的祷告会怎么样 会比较紧急一点 你会出声 那为什么我要跟你讲 要大声呼求 对我来讲 我觉得大声呼求 是值得学习的 为什么 第一 大声呼求 不是为了上帝 不是上帝 我们的天父上帝 老着了 老人家耳朵聋 所以我们要大声的呼求 这个是福音派 经常讲灵恩派的说 你们整天都这么大声 你以为天父耳背的 一龙的 耳背的那种 臭鱼狼 他听不到 所以我们就要大声 小声上帝会不会听 肯定会听 但是呢 对我来讲 大声呼求 不是为了上帝 是为了谁 来 我 是为了 我 是为了我自己 为什么呢 因为大声呼求 第一 他会壮胆 对不对 你大声呼求 你认真 你才会大声呼求 而且呢 你更加是有一个 有信心的呼求 是大声的呼求 是为你自己 大声 不是因为上帝听不到 而是为你自己 比较 有那个power 我真的是祷告 你真的有这个相信 跟你 你看每次我问他 他一声祷告 我有祷告 我心里祷告 就可以了 有没有 有没有 我们的习惯 这样 肖牧师在 给肖牧师 跟肖师母拍拖的时候 他会不会跟这样 不用讲的 他就嫁给他 如果肖牧师不讲 我爱你的 你觉得 肖师母会嫁给他吗 虽然你都锁了 不过男人都是很奇怪的 追你之前 他就 我爱你 我爱你 接了分钟 Isaac 你是不是 你明白我讲什么吗 不要打 大声的呼求是壮胆 那特别 我不晓得是不是文化的问题了 特别祷告会 祷告会没有其他人 就是我们这个神造会 恩典堂一起的 当我们牧师说 一 二 三 我们来开声祷告 大家就 祷告嘛 大声的祷告嘛 你用方言也好 物性的语言也好 就大声的祷告嘛 因为 你大声的祷告 你会不会吵到别人 会 但是呢 同时呢 你是 大家一起呢 增强你的胆量 一起来为这某某事情 你相信呢 因为大声的时候 你觉得 上帝也跟我一起同在 阿们 那这个 到最后呢 我还是 因为你大声祷告 就看见你的态度 就好像耶稣 这个彼得说 主啊 救我 其实不是那个内容 是那个态度 紧急 他需要耶稣的那种的态度 认真的态度 所以为什么我说 祷告的态度 重要过 祷告的内容 不是长 也不是短 明白吗 OK 更不要去比较 历真牧师 哇 祷告 十月长 他 独公 哇 他比较零 是不是长一点的 比较零 每年牧师的也是 跟他的 一样的 一就是 一祷告 一直继续 五分钟还可以 十分钟还可以 哇 这种上帝一定特别听的 因为上帝说 哎呀 别这么啰嗦 我太啰嗦 上帝说 我不要那么啰嗦 我来 我听 是这样吗 当然他们有超念的 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 根据美联牧师跟我讲 昨天他讲的 他因为他过后聚会之后 他们在内室里面 超念 真战式的祷告 所以才超念到这个 这个绝对不是我 你也不用去比较 明白吗 你说我 这种牧师的祷告 才比较零 你的这种四个字的不零 是不是这样 绝对不要这样的想 好不好 明白吗 所以 祷告的态度 重要过 祷告的内容 如果你很认真的求救的话 你祷告就不会马马虎虎的 随便 所以我不在乎那个 短的祷告 或者长的祷告 在乎是你的态度 你认真的吗 你认真的祷告吗 你认真的学习祷告吗 包括认真的学习 我的顾接也好 我的书生 表妹也好 他们刚刚信耶稣 去年洗礼 你认真的学习吗 不用管那么多 四个字 不用讲那么多 四个字也是一个祷告 主啊 救我 阿们 那 祷告的态度很重要 那问题是 很多时候你不觉得 我们基督徒 有一个很幽默 跟矛盾的祷告吗 那比如说 Isaac 他来找你 来找 找慧玲 这个叫慧玲 慧真 慧真姐妹 可以为我祷告吗 我的头痛很厉害 等于慧真 听了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 讲这句话 我会为你祷告 有没有 你有没有讲过 有祷告吗 你会说 我会为你祷告 然后就转头了回家 没记住了 最奇妙 最幽默的是 两个礼拜之后 Isaac就跟慧真讲 慧真啊 谢谢你为我祷告 我的病好了 有没有啊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很幽默 所以如果假设你说 我会为你祷告 please please 直接 就当天 真的是记得 就算你那天没有空 记得要为他祷告 要不然这种神迹 其实也很奇怪 这样就好了 问题是 不是那个祷告 跟有没有祷告 是你认真 你如果人家要找你 你认真的聆听 认真的为他祷告 除了说 主啊救我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到风浪 他就啪 他就沉下去 另外一个 从我们现在人生的 风浪当中 其实呢 主啊救我 你的羊依然还是沉的 为什么 耶稣要救你 你仍然会沉 因为呢 你还是拿着 一大堆的 重担 不如你看得到 按摩吗 hurt fear regret hate unforgiveness 笼子 按摩是什么 我都不懂 没有啦 重担 这些都是你的重担嘛 你不放重担 你看你 你怎么意思吗 沉下去 为什么会沉 是重 所以当你重呢 这个重担 你不放下的话 耶稣就算伸手要救你了 他也觉得 哇 为什么这样重啊 明白吗 你的伤害 你有没有饶恕 人家伤害你 你有没有原谅别人 你不原谅别人 你不饶恕别人 到最后伤害的是谁 是你自己 人家都没有什么事情 是你 所以你burden啊 一直拿着这个burden 一直这样往前走 你的基督徒的生活 何必 你要神救你 先学放下 你认真的放下这些 的特别是 如果在我们当中 特别是教会 教会的弟兄姐妹 有时候偶尔讲话不小心 很多时候我们伤害人是什么 国拔好 特别是荣浩然无事 整天讲那些笑话 有时候得罪人这样 请你赦免我 为什么我会得罪你 是要超念你们老数 OK 你们听不懂这种笑话 对不起 给时间的关系 那你要了解 为什么我现在 要你们学习祷告 故随 学习头 比如 学习头 要学祷告 因为你现在不祷告 你不学好祷告 如果真的遇到 紧急的状况 你会祷告吗 所以平常的祷告 现在学大声的祷告 从开声 我不要讲大声 从以前 你是 心理祷告到 学习 开声祷告 然后 大声的祷告 短短的祷告也不用 慢慢整个process 成长 为了什么 为了 如果有紧急的时候 你大声祷告 你懂得怎么祷告 明白吗 为了是什么 紧急的时候 大家都懂的 所以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相信吗 如果你真的 认真学习的态度 你一定学会的 Amen 你要不要学 当然 我可以肯定的 我可以肯定的 那些有参加祷告会的 基本上 你都会祷告一点点 都懂得祷告 那些没有参加祷告会的 对不起 我没有听过你祷告 我现在问你们有个问题 可能会很尴尬 请问 在我们当中 信了耶稣之后 从来 不懂得祷告 或者说 没有祷告的 请你举手 因为我问这个问题 是expect没有人举手的 第一 你哪里敢 举手 第二 我就当成 大家都懂得祷告 可以吗 至少 我相信 你们至少 简简单单的 祷告可以吗 主啊 救我 这个是不是祷告 可不可以 来一二三 真的 如果你真的是 到这个地步 你不懂得怎么祷告 这四个字 今天你可以学习了 所以不要再 不要跟我讲 我不会祷告 我不会祷告 老实讲 因为我去探访 很多老人家 我们一起来祷告 你来开身祷告 我不会祷告 几十年了 还不会祷告 你不会祷告 你平常 你做什么 那我就 有点担忧 我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需要你们思考 我没有 没有绝对的答案 请问一个 信耶稣的人 如果没有祷告 是不是一个罪 思想 思想 我不是要定罪 如果一个基督徒 不祷告的 他是不是一个罪 pause一下 圣经有说 神的旨意 所定的旨意 是要不住的祷告 我们没有祷告 那是不是一个罪 第二 雅各书有说 罪是什么 罪不是说 你做错事情 是你该做的 你没有做 那个也是罪 你该行善的 你却没有行 那个也是罪 我从这两节 来思考一下 如果一个基督徒 没有祷告 或者完全都不学祷告 不会就不会 现在可以学到了 主啊 救我 现在我来 还有时间 来我现在教你们 另外一个 很简单的祷告 当然你已经很会祷告的 你可以不要学 但是呢 这个祷告呢 我一直都跟那些 独居老人 广东话或者福建话的 独居老人 一房一厅的老人 学他们祷告 来 跟着我 来两只手放在这边 你们可以坐这 OK 大力的打一下 你的大腿 OK 这个是 OK 来看 举起你这个手 祷告的手 这个这样 这个是我给老人家的学习 我就会说 亲爱主耶稣 亲爱主耶稣 然后伸出来 然后你说 是我平安 说回来 奉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你们都懂 但是你知道吗 有好多老人家 他们信了耶稣 没有人教他 对我来讲 这个简单的 而且呢 你这样做 大大力 为什么要大大力 因为让你做到的时候 你的血液 可以循环 而且你没有看到 我这样做 是不是一个运动 所以请你记得 你看电视剧的时候 也可以祷告 也一边做 一边运动 这个是我教那些 独居老人 所以请问 这样的一个祷告 神会听吗 所以不在乎长度 在乎你的态度 所以为什么 我教那些老人家 我说如果这样的话 简单的祷告都可以 为什么我们不学 这样简单的祷告吗 我还说 你一定要这样 做三次 变成one round 就是三次成为一次 要做三次 然后呢 很像甲幼 早上一次 下午一次 晚上一次 那些老人家 都记得了嘛 对吗 所以一天做几次 九次了 这样这样 所以没有不可能 老人家不会祷告的 就是这样讲 当然 我再说 这个是幼稚园的 OK 你们已经是大学生了 你就不能用 这样的一个方式了 所以我的意思要什么 我跟你讲的就是 简单的祷告 最短的祷告 可以是 最有效 可以是最积极 可以是最及时 可以是最适合 可以是最贴切 经历神的祷告 阿们 要不然只有那种 常常 讲 哇 从创世纪 祷告到启示录的 上帝才会听 能我们这些 独居老人的 赐我平安 他不会听的 是这样吗 不会的 那 千万不要有 这样的一个想法 特别我们祷告会 我们为人祷告 牧师 像牧师 站在那边 然后这个组长 在那边 那个主员 站在那边 我们排队来祷告 我全部排去 像牧师那边 全部排去 牧师那边 因为牧师 比较灵 那个组长 那种Angela 一定不行 没有人排 没有商业 是这样吗 千万不要 这样的想法 好不好 因为 你奉耶稣的名 跟我奉耶稣的名 都是一样 耶稣的名 我的耶稣的名 跟你的耶稣的名 是什么 什么的 没有的 我的耶稣的名 比较有 把我 没有 所以 刚刚信耶稣的 奉谁的名 简单 祝我平安 祝我平安 赐我平安 这四个字 可以吗 可以吗 主啊救我 可以吗 真的 因为当彼得 紧急的说 主啊救我 就是一种态度 因为这个态度 就是我承认 我自己不够了 我不足了 我搞不定了 我需要耶稣 的 用我祷告的态度 圣经说 来看这个 这个华语才比较懂 要什么 常常 祷告 但是 圣经没有说 不一定 需要什么 听得懂吗 你要 常 常 祷告 圣经没有说 你一定要 才有效 或者 才比较灵 比较属灵 明白吗 因为圣经真的是 有说啊 不住的祷告 就是常常的意思 但是 我看圣经 从来没有看到一个 我要 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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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祷告 上帝会听 除了诗篇 诗篇 很长 所以不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你看到 年 祷告 那个阿们 也是一个态度 为什么呢 当我们讲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是什么 我刚刚开始 信耶稣的时候 我觉得你们 基督徒很厉害 牧师讲到最后 你们可以知道 他最后是 完了 原来我才发觉 是奉耶稣的名 阿们 那时候我不懂 阿们是什么 什么门 铁门 木门 还是什么门 阿们呢 其实是 希伯来文来的 OK 其实他的意思是什么 一起来说 省心所允 省心所管 诚心所愿 如果是这样的话 已经告诉你 阿们的意思是 诚心 今天呢 你奉耶稣的名 诚心的祷告 就够了 不是在于长短 不要再说 我不会祷告了 跟你旁边说 不要再说了 你一定可以的 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记得 不是牧师 不是主长 有power 不是神 祷告 恩典 特别有power 是因为 耶稣 有power 阿们 是我们奉 耶稣的名 那最重要的 你的祷告的对象 就是那个创造主 那个才是真神 除了 创造主以外 都不是真神 所以这个是我的宣告 这个也是我的信仰 所以主啊 救我 意思就是 你要紧抓着 耶稣的那种的态度 你只有谦卑 好像彼得没有办法了 我只要抓住 耶稣的手 抓住耶稣的手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再给自己借口 我不会祷告 或者说 我的祷告 不够力 没有够力 跟不够力 有没有的是 你有没有态度 耶 所以最后 结论是什么 主啊 救我 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呐喊 对彼得来讲 可能不是我们很自然 但是主啊 救我 一个最短的祷告 却是一个最大的信心 因为你面向的 是一个正确的对象 你的认真的态度 所以最短的祷告 也可以让你经历神 阿们 最短的祷告 也可以让你 面对你一切的困境 所以亲爱的朋友 若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的 基督徒或者非信徒 还没有相信耶稣的 我们都坐在这一个地方 问你自己 如果这位上帝 是创造主 如果耶稣是创造主 你还会不认真的态度吗 意思是说 你不认真是因为你不当成耶稣是真的吗 听得懂吗 这个是最针对基督徒的 如果在我们当中你还没有相信耶稣的 如果你所敬拜的不是创造主 为什么你不敢试一试 改变一下 来相信这位创造主 就是我们的耶稣呢 两个 护照 两个 你自己的点 没有可能逼你 但是你自己呢 你认真吗 基督徒 如果既然耶稣是创造主 你认真吗 你敢不认真吗 所以还没有相信耶稣的 或者半信半疑的 信的不清不楚的 现在我告诉你 如果假设你敬拜的不是创造主 为什么不敢尝试一下 信这位耶稣呢 我们这个时候就低头来祷告 我们每个人低头来祷告 这时候要发出一个邀请 所以在我们当中 你问了我 我问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针对基督徒的 如果耶稣是真的是创造主 为什么你不认真呢 所以 现在我要呼召的是 你愿不愿意 2024年认真的祷告 认真的态度 来向这位耶稣来祷告 有的话 请你将你的右手举起来 右手举起来 基督徒们 你认真吗 你要认真吗 要的话就举手 举手也是一种态度 哈利路亚 主啊 主啊 你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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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见了许多的手 我奉耶稣的名 主啊 让你转变 你的态度 成为一个认真的态度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请放下 第二个呼召就是 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 或者你过去已经信过 但是呢 这段时间里面 你也是信心软弱的 那如果假设你所敬拜的 并不是一个创造主 你愿不愿意改变一下 来相信这位耶稣呢 来相信这位创造主 你没有损失的 只要你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耶稣是你的主 你要请耶稣进入你的心 有没有这样的人 如果有的话 我数一二三第三身 你就举起来 你要重新来悔改 重新认罪 重新的来信耶稣 或者在我们当中 还没有相信耶稣的 你要尝试 来相信这个耶稣的 请你准备 来准备 一二三 请举手 有没有这样的人 请举手 我看见有一位了 我看到两位了 两位了 有没有第三位 第三位 第四位 第四位 还有没有第五位的 有没有第五位的 举高一点 然后我要看见 我要为你祷告 感谢主 祝福你 祝福你 我看到四个人 举手 好 这个时候 我不管你是信耶稣 或者半信半疑也好 当你举手的时候 我希望你这个时候 多走一步 多走一步 你可不可以走到前面来 请你走到前面来 我要跟你握手 祝福你 有没有 来 请这位 弟兄到前面来 刚才有举手的 我们给他们热烈 热烈的掌声 刚才有举手的 请你到前面来 我要祝福你 我要祝福你 来到前面来 到前面来 刚才那边好像也是有一位举手的 来到前面来 到前面来 还有吗 刚才你不好意思举手 不用紧 你这个时候也可以到前面来的 有没有这样的人 刚才Buston Joy那边好像那位也是有举手 刚才有举手的 你要到前面来 我这个时候要祝福你 祝福你 有没有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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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你不敢 不敢出来 或者不好意思出来 不用紧 你将你的右手 放在你的胸膛 你们也是一样 把右手放在胸膛 右手 其他人可以跟着他们 来跟着我 来我讲一句 你们跟着我讲一句 线上的弟兄姐妹 或者朋友们 如果你要相信耶稣 你也可以跟我一样 把右手放在胸膛 跟着我一句一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感谢你 感谢你 是生命的救主 这个时候 我要邀请 耶稣 进入我的心 进入我的心 我邀请 耶稣的爱 充满我 我愿意 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耶稣是我的救主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求耶稣 求耶稣 帮助我 帮助我 让我 让我 面对 面对 人生的风浪 人生的风浪 都不害怕 都不害怕 赐给我平安 赐给我平安 如此接受耶稣 如此接受耶稣 是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诚心所愿 诚心所愿 阿们 阿们 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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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站起来 最后的四分钟 我们做一件事情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之后 然后呢 我们要喊 主啊 救我 单单15秒 你就跟上帝说 主啊 救我什么 上帝也知道 你救你什么 但是呢 耶稣要你开口 是因为 是帮助你 好不好 我们先来唱这首诗歌 过后我们做一个 简短的一个祷告 来唱 我要 什么 我们来到 主的跟前 我要寻求你 我要站在佛科室中 在哪里 我寻求你 每一次我祷告 我要动你的手 祷告做一事 我的手不能做 每一次我祷告 那山陪我离 到路没不停 祈祷我回向你 是的 你有什么需要跟主说 主啊救我的 我是极软弱的 我非常无助的 今天 就是你要抓住神的手 耶稣的手 让耶稣的手伸出手 来拯救我们 作评论经常生活 到底有什么风了 每一次我祷告 我祷告祷告 你当朝的目标 这道路 我祷告祷告 每一次我道感 奔向更多意 到无边无边 识别我归向你 每一次我道感 我要等你一生 当我做的事 我的生不能做 每一次我道感 奔向更多意 到无边无边 识别我归向你 来 我们来开生来祷告 一 二 三 来开生祷告 主啊救我 主啊救我 来 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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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生祷告 你有什么需要主啊救我的祷告 祷告吧 祷告吧 不要停止 神就我们谢谢祢 阿伽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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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估祿 想多你所苦的主啊 神之里祷告到一个地步 你只能用造言祷告 我们的造言祷告吧 我们的造言祷告 困到这里的祷告吧 神要释放你祷告吧 神要救你祷告吧 祈祷是最多的祷告 祷告吧 主啊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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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徒是最多的祷告 奥徒是最多的祷告 神要释放你 神是最多的祷告 每一次我祷告 摇动了 摇动一手 祷告做的事 我的手不能做 每一次我祷告 我的手没过一套 路没过一遍 是月光归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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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A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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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最短的祷告 我们也是最大的信心来经历神迹 Amen 刚才这首诗歌 我们说 我们要摇动神的手 有一些教会说不可以这样说 在神学上是错的 不可以摇动神的手 好像神是高高在上 对我来讲 神是道成肉身的神 耶稣就在我旁边 祂是我最美的陪伴 我已经搞五顶了 我要 我要这样 救我 救我 你明白吗 我对耶稣不是不敬的 你懂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摇动神的手 因为神愿意 让你摇 祂不是高高在上很元素 为什么你拉我的手 没有 我们的耶稣就是这么样可爱 这么样的爱我们 所以敢敢的 来喊说 主啊 救我 拉 耶稣的手 Amen 还没有做祷告之前 我们来讲三次 主啊救我 主啊救我 不要 主啊救我 主啊救我 OK 一 二 三 主啊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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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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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打开你的双手 来领受上帝的指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就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Amen 请坐 我们救 主啊救我 三位 主啊救我